二十三號下午四點多 臺東北南鄉一名超商店長 疑似不滿倒垃圾 只有自己被要求破袋檢查 氣到跳進垃圾車後車斗抗議 不過當地的清潔隊就回應 收運過程只要認為垃圾有疑義 都會進行破袋檢查 警方則預計二十六號 通知雙方道案說明 垃圾車執行清運 無奈暫停路邊 因為車斗內不只堆滿垃圾 更有一名男子與垃圾為伍 男子大聲嘶吼 憤怒全血臉上 僵持好幾分鐘 終於起身下車 但他火氣不解 持續槓上清潔員 究竟什麼原因 這樣大動肝貨 重回案發地在台東縣北南 抗議男子救市連鎖超商店長 二十三號下午四點多 疑似不滿倒垃圾 被要求破袋檢查 失控跳進垃圾車 原來這名店長過去曾丟過超商事業廢棄物 經過機查拒收 這回到家用垃圾 又破袋檢查 質疑被屢次針對 但做出脫序行為 清運一度停擺 也讓清潔隊報警 跳到車斗有風險 畢竟垃圾車有壓縮設備 等同難免開玩笑 警方預計二十六號通知雙方 到案說明 持續釐清是否涉及 妨害公務 記者 張明哲 陳博宇宙官宣 台東報導